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一开始是收集菜市场卖不完的剩余蔬果 烹调之后为街友送餐 但是这个让剩余蔬果发挥价值 又可以减少食物浪费的行动引起极大的共鸣 所以他们决定扩大服务成立剩食餐厅 这里的食材都是菜市场卖不完的丑蔬果 而用餐的价格则是由吃饭的人自由定价 他们希望减低食物的浪费 也希望让真正需要的人能够不管价格 不管金钱 饱餐一顿 大家好 我们这里是七夕厨房 那七夕厨房是一间专门解决剩食为主的社区厨房 那我们的食材来源呢 都来自我们前面那个向上市场里面的丑蔬果 包括过大过小过手碰撞受伤 那些卖不完的丑蔬果都是我们的食材来源 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向上市场收菜咯 这也是我们在向上市场收的第一家菜摊 就是他们平常就是都会把我们 他们要给我们的菜就放在一个大篮子里面 然后让我们来收 那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菜的状况 就是大概都会像这个样子 对 是空心菜 那这边的话就是它虽然稍微有一些就是过手了 但其实它就是只需要稍微挑一下 那像这个部分都是还可以吃的 洋葱也是 对 就稍微有一点切过 但其实这个部分都还可以 它就只是不能卖而已 大家都要挑还可以再多放个三四天以上的 对啊 那个妆 他们才会卖 那像这种大家都不要 对啊 对啊 像这些都是我们在收的目标 老板这个是香水柠檬吗 还是一般的柠檬 一般柠檬 对啊 谢谢 所以也有在卖水果就是 我们所有会做菜会用到调味的 记忆都有 都会有 嗯 那我们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秘诀 冰的东西会先放 番茄放最上面 它比较有压坏 对 后面也很有解释 对 好 给大家谢谢喔 这边向上市场 它的特性主要是早适 我们收菜时间大概都是下午大约一点半到两点左右 这家他们给的蔬果其实品质都还蛮不错的 哇 蛮多的 像这个其实都还很漂亮 就一点点的受伤而已 其实如果老板他们已经收摊了的话 就是都会插一个牌子 然后指明说要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自己来收就可以了 嗯 我们是帮助卧室的人啊 都有这个芭蜡有一些分享给你们 因为它这个比较熟啦 但是它这个是无农药无化肥的东西 就是会有一些缺陷 嗨 啊我这个比较黄的我就留给你们 像这个就是比较熟的那种 对对对 啊它很甜非常的甜 送我之前就是送到菠尔月 因为他们现在出差太多 大家就好多汉 那是不是他就跟我讲说 他能不能找其他的单位给你吃 这个东西丢掉了很多口气 啊那你如果说送给人家吃的话 是不是就是习不习不习不习 谢谢你 谢谢 鱼桃好了 好 三号要紧 好 这样四十三块 你要炒好吗 好 我们市场分的也还不错 我们家的做我们的不是厨鱼 鱼做有机肥 我说我哪个分开 这边是有机肥 啊这边是垃圾 那一直到那个妹妹来的时候 我不晓得他 他只有跟我说 啊那个姐姐你们菜不要的给我 我说好啊 没关系我最好 因为当时要拼了 我们自己又吃不了 当天进当天卖 卖可是有时候卖不完 看看货啦 那就说我们买两三天了 卖相比较不好我就会给他们了 之前啊我们 我已经做了四十几年了 那那个年代喔 较少了 要帮人 不要说帮人啦 二十块三十块 买人又买喔 可是现在送给人还不要 他现在人口烧啊 人家要吃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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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在煮的多 外食很多 那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地瓜啊 对啊 这是有地瓜要给他们的 哦 我们就是跟他说 你只需要把你不卖的 卖胜的 有碰撞受伤的 那些客人真的可能不会想要的 给我们就好了 那剩下的你要 你还要卖的 我们绝对不跟你要 因为你那些东西 他如果要丢掉 也会花费时间 心力跟劳力 甚至有的市场 可能还会收一笔处理费等等的 那用这样的态度去跟他们谈 等于是互会 互助合作的方式 对那当然的话就是跟 也要跟他们很清楚的说明 我们会怎么去运作我们的厨房 我们的目的 谢谢 这个也是吗 对 好喔 好多喔 地瓜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那这里的话 通常是我们在收取菜摊的最后一摊 那你可以看他的蔬菜 其实都真的非常漂亮 因为廖老师他也是在做有机蔬菜的 像这个也是 对 他今天给我们这个很 就是 其实都还不错的状态 但他有可能因为没有冷藏设备 他放到明天就没有像今天那么漂亮了 对那在这样的状态下 菜他也会很愿意给我们 因为他明天还可以再进一批更新鲜的来买 这个看起来都是很漂亮的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其实在菜市场他会被抛弃掉的蔬果 其实原因很多 他并不只是烂掉或是碰撞 像这样子他明明就还很好的状态也会有可能被丢掉 今天这样算多吗 正常 因为我们最大量是到目前记录是56公斤 一天56公斤 对 跑了三趟 哇 这个还OK 30出头 几乎每天这个市场如果你们没收的话就有这些料会 会丢掉 对啊 食物浪费其实在台湾一直都没有一个很精确的数据 但是讲到我们就是我们一年啊就是你有看外面那个蓝色的厨余桶 然后如果蓝色的厨余桶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堆13000座101大楼那么多 本来七里厨房是我的中途计划 为了长期去接触街友 所以其实七里厨房一开始的时候是做街友送餐 那只是说他也是用同样社会企业的模式去支持街友送餐 但后来因为网路上面一篇文章 那我就是把我自己个人分享料理的习惯邀请大家来品尝我的咖喱也 其实也一样的用自由地这样的方式 结果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网路上面被分享了快300次 我还知道说原来大家期盼第一间盛食餐厅的出现 然后我们要先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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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秤重 然后秤重 4756 11 目前总共21 啊 我的体重就这样被录进去了 现在加 21 26 28 28 嗯 就是接近30 那你很准欸 对啊 你是人肉棒秤 哈哈哈哈 就收习惯大概知道这个重量大概多少 阿姨要拿菜吗 我吃菜 我啊 今天你秤菜有 这个空心菜要吃吗 啊今天不是拿过一杯 吃完 吃完 好快 你再拿一杯了 对啊 薄拉要吃 薄拉软的 软的薄拉 好 好 那剩下的菜做晚餐够吗 我们已经挑好拿进去了 对啊 对啊 那这个薄拉我们今天就晚上分享给来共食生食的人 就像这些大家菜也都没拿完 坏的太厉害了 怎麼辦 再说回去放我们冰箱啊 看能不能用掉 真的用不掉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做成化肥 就是做酵素 就可以真的达到零浪费 我后面发觉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现在想要获取什么样子的东西 都会习惯性的用金钱去获取 但实际上 共享经济在谈的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共同去拥有这些东西呢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概念 套用在七夕厨房上 我们用自由定价的方式 我们把社会多余的资源 然后经由转化棚组之后去提供给大家 那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说 大家不用去借由金钱来判断 不用去想 到底今天我身上的钱够不够吃这一顿餐 不用去想 这一餐的CP值够不够 对 然后甚至说你连他 那今天我们会出什么菜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今天苦瓜超多 这是要包的 这样子拿还比较好拿 好 好漂亮耶 有 目前的话华美社区厨房的部分 有一个主要的志工主厨 然后跟一个长期党工换宿的志工 然后我们其实去华美社区厨房 我倾向于完全由志工去做营运 那每天的话是六点半到八点的公餐时间 那它是中间自有定价的方式 实际上就可以去打平房租跟营运费用的部分 对它就会是一个利用盛食 然后在社区当中大家一起去成就的一个方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你们现在来到的是七起厨房的第二个据点 那是位在玉德路上面的圣食餐厅 那这个餐厅呢 是示范在解决圣食的SOP上面 一个关于社会企业操作的一个方法 那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认为社会企业实际上会比一般企业 的更为严苛 因为社会企业实际上对于我而言 是为了要去解决社会议题没有错 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永续的生存 所以这边就是更市场化呢 对这边就是完全的社会企业 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专业 比如说专业的厨师 可以看到利用盛食创业的可能性 那这个呢基本上它就是好的吗 对它只有稍微上面是去碰撞到 或是挤压到它这里其实消掉之后 它其实就是平均的 我们现在是要把南瓜把它处置起来 然后做成我们的小菜 那蔬菜也是据收回来的 对像这个茄子都是很漂亮的 因为像我们其实会分 像是这种还可以放比较久 外观就是保存鲜肉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就会先放着 然后可能像这代就是它可能需要比较快点处理掉的 就是我们就会先浓这样 这个模式其实在餐厅里面 还是存在 像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 这有点像是员工餐 可能有一些极其的菜品或是肉品 那我们可能菜不是很漂亮 那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把它处理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其实还是有接触过的 不会是太太陌生的领域这样 只是现在 对现在只是把它提供到给客人面前去吃这样 把它变得更可以让人家接受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是还还不错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就来试一试 这是法式前排 它也算是用我们的一些圣食做的 它里面就是有结瓜 就有黄结瓜团色比较不明显 然后还有茄子跟香菇 所以你们的料理基本上还是西式料理做基因 应该算综合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 可能像是 憲哥他是有美式餐厅 然后有法式餐厅 然后我像是比较义式 然后法式的 就是我们会比较多元化一点 然后这种是百合 我们是用比较日式的酱汁去腌百合 这个食材比较少见 对这个食材是比较少见 其实我们会先吃看看这个东西的味道 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能就一起讨论 然后可能去找一些资料或是看书 然后去做一些搭配组合 觉得这个OK的话 我们再去把它做大量的生产 然后这是蘑菇浓汤 是有香菇的 香菇浓他们也有一些比较 丑一点的 或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也会拿回来做成浓汤 像这个就比较算是台式的泡菜 因为之前是高丽菜盛产的时候 有很多店家就是剩了很多的高丽菜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拿来做泡菜这样 把它腌制起来 单一食材大量 这是我们会比较常接受到的考验 因为这个产季如果东西很大量出来的时候 一个食材你要怎么去把它变化成很多道菜 那就是需要一些料理手法 煮的炖的炸的 或是日式的调味或是法式的酱汁这样 去把它做融合起来 你觉得经理厨房现在整个运作 就符合社会企业的概念 因为有点入餐厅式的 对 然后之后 其实像华美的部分 它就是单纯的社区厨房 其实我们欢迎各式各样的模式 因为共食盛食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共同相友跟一起经营嘛 所以其实他们要拿菜来 我们就是一样跟share给别人 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劳力的部分 也可以来帮我们做志工 然后换一个餐点 然后再来就是自由定家的部分 希望让大家享用到 不会被金钱所拘束的餐点 当你身上没有钱 或是当你在生命中某些困难的时刻 然后你想要去用餐 那你还可以想到哪个地方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想到七喜厨房 对 所以其实七喜厨房 我们在做的也是社会救助我们的一部分 要有几道菜 八道 八道 现在已经八道了 要多了 一天大概准备几道菜 最基本的是七道菜 就是平常会多加个两到三道预备 万一是说客人来得多的时候 就会可以出 这样马上可以出 你每天要想这么多菜 就会比较辛苦 这个我们是创意啊 自己挑战啊 这还蛮好玩啊 那你喜欢煮的OK 可以吃的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可以真的 就是可以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一顿饭 然后就品尝我们用这些NG蔬果做成的料理 因为通常大家吃过之后 就会更有深刻的体会去发觉到说 原来用丑蔬果做成的料理 可以跟一般料理一样好吃 甚至更美味 那大家有这个印象之后 它就会更容易的去翻转 对于盛食这个概念 还有他们的刻板印象 你有没有遇过客人有什么感应 这样很受到鼓励的 就是大家都吃得很高 你看这样每天吃的都不够啊 就这样很好啊 这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像一般来讲 我们这样煮大概自己都没得吃 那你没得吃 你自己怎么吃 我们自己处理 我们自己处理 对对对 我们简单 很美 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个AO餐厅 对 主要是跟朋友一起来 对啊 感觉是一样 还蛮温馨的 而且就是真的蛮好吃的 就是没有想到它 会是那个人家剩下来这样子 就我们从台北下来 对就正好正好来中部 然后就有机会就赶快过来吃 因为之前就一直很期待 希望我们可以来吃看看 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好吃啊 就觉得很好吃 而且就是想到这些 因为我是客家人 我很不喜欢浪费食物 所以理念非常的谋合 所以这个是你们带来一起分享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志工他带的 就是披萨 这边真的就是一个共享 对 所以大家也会带自己的食物一起来看一下 对对 你怎么会来这边 然后换去 其实我上一次来旅行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个地方了 对 所以我上一次就是去年五月 已经来这边跟七夕聊天 然后觉得他的理念很好 因为我的主要理念就是把人跟人的关系连起来 因为这里很好 因为主食跟进食都是一个关系嘛 然后这个关系透过食物把这个社区的人都聚合到这边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出城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在香港人跟人的关系都很冷漠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我觉得人跟人应该有联系的 对对 想回去开圣食物吗 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 我也要找一些人来对一起合作 我们华美厨房到今年的4月16号刚好满一年 我们是去年的4月16号开始营运的 那实际上我们是在前面 街友送餐的部分大概前面三个月 然后之后盛食共食的部分 是从第三个月开始发展的 那我们总共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3000人次了 如果以每天15人来算的话 那我们拯救丑出过已经也接近4顿 对 那同样的我觉得讲回来 关于为地球而吃这件事情 我实际上我到后面我开始发觉到说 来吃圣食餐点的人 他们其实是有意识的去知道 自己本身其实选择是比较不好的东西 人选择更好的其实这点并没有错 我觉得这点是人天生的本性 但什么文明是什么 文明就是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要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阻止食物浪费 我们在做就是这件事情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台中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人口成长产业蓬勃 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不为人知的角落 许多飘荡在街头的街友 他们看见和感受到的城市 又是另一番不同风貌 角落为光这个社会企业 他们结合街友的生活经验 还有台中旧城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推出城市导览行程 一方面希望能够提供工作机会 另一方面也透过文史工作者 文史资讯的传递 要带大家重新认识台中 台中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台中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台中火车站 这边叫江崖 后站叫熬崖 这个位置其实是等于台中市 大台中市的一个核心区 台中火车站已经早就指定为 当年是二级古迹 后来京城之后就成为国定古迹 它是第二代的建筑物 1917年完成 那之前1905年第一代的木头房子 白蚁住掉了 所以改建为这种砖头结构 参考欧洲英国那种 成岩式的风格 红砖白墙 灰黑色的铜瓦 这看起来非常壮观铁牙 一起來欣赏 好 来到这里看到 这里有个洗石子 模仿雕刻的那种鱼味 来到这边 很多人都以为 哇 好累喔 就把它坐下来了 这个不是座椅 这是什么呢 我们将来研究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不同 这里有个洞 往下一看 其实它是一个洗手台 台中式自来水 还算是日本时代找的 水龙头打开 你要上火车之前 或者再从外面过来干火车 洗个手 洗个脸 舒服一下 很能性 后来因为这个管子久了没用 所以后来就把它封掉了 OK 到里面 一个车弹建筑 它的建筑的量体空间很大 所以在结构上 就采取两个拱形的墙 这个仿石头打造的 这种洗石子的柱子 这种装置艺术叫做仿模仿 仿巴洛克式的 在1917年那个年代 纯粹是用手工去捏造出来的造型 然后再洗石子 这个工法不简单 再下来我们来看看 进入月台以后的感觉 国定古迹台中火车站 指定的范围是火车站建筑本体 还有前面的这个屋顶 和里面的第一月台 可是指定范围没有包括铁轨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月台上面的这个柱子 这是铁柱 铁的上面承接了屋顶 是模仿英国的火车站 那种木架构 那时候的钢铁 依照纵贯铁路那时候的钢铁 大部分是美国进口的 对 美国进口的 你看这个细部很可爱 大家说的 有心有枯要发动 台铁高架化以后 投影下来的这个旧的铁道区域 除了有国定古迹 跟像我们触目手机所看到的铁轨 跟第二个月台 跟其他的铁轨 都应该在这个整个范围里面 被保存下来 才是真正的所谓铁路的文化之产 这一部分 后来台铁他也同意了 这样一个节点 让大家能够体会一下 新的跟旧的 一个文化的接轨 这样一个城市才会有生命 每一个城市 都有一条或者是两条 重要的河流 本来绿川市没有名字 1907年 就把弯弯曲曲的绿川 舍弯曲直 第一个名字 叫做新盛西 一直到1912年 台湾总督觉得整条河流 两边都种满了绿树 非常漂亮 所以就取名为绿川 我有带这张来 日本时代拍的黑白照片 然后人工在彩绘城产射的 就是它有一个新的计划 因为绿川第一广场之前 以前有加盖 作为公车停车场和人的空间 那么最近把盖子打开 要恢复到原来的河川功能 它变成一个可以清水的空间 会像柳川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到绿川旁边的公园眼科 这个牌楼角柱是早期的 然后牌楼台中市卫生院是后来国民政府来 又要再改的 本来是公园眼科病院 在我们这里台湾也说变鱼 也不是变鱼 它本来是日本时代公园五雄医师所盖的医院 第二大战之前 他们准备要回日本去了 就转卖给台中当地人 之后很多不同的利用方式 后来921地震之后 它损坏了 只有这个梁柱的结构还保持完整 一直到2010年 食品公司把它满下来 把它做整修 整修当时一个概念就是一种跨界复古 所以它就变成台中旧群复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个城市的发展 还要社会团体共同的共识 我就要介绍角落围观我们培养出来的 在地影子地图的工作者 接下来我们就请小梅杰班长 来为各位做导览 好 大家好 接下来就有来带大家认识台中 我叫小梅杰 日本时代的台中市市区规划 火车站前面第一条河川就是绿川 很自然的沿着绿川的两岸 就有很多工商服务的空间出现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到日本规划最靠近火车站的 叫做第一市场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 就是以前的第一市场 在我小时候啊 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 就有开始来到这边 然后渐渐长大 来这边会吃冰啊 最有名的 那时候我们还不会讲蜜多冰 现在大家都称为蜜多冰 那时候我们是讲蜜多冰 对 来这边吃冰啊 哇 来都是 可以说是坐无虚许的 曾经报纸也刊登过 一天有卖过一万碗的 从来没有那个食品啊 还是冰品 那么好的生意 还有很多的 有名的啊 都从这边发迹出去的 像 现在我们等一下会去的青草街 本来都是在这边 那因为在1978年 发生了火灾 那所以这些都移到旁边去了 这边呢 就盖成这样的大楼 那里面啊 有KTV啊 有旅馆啊 那后来因为外籍移工 都移来这边聚集啊 那所以我们政府就把这边 改为冬雪广场 我们来到这边就青草街 第一次长1978年 发生火灾之后呢 青草就渐渐的移到这边来 就形成了青草街 大碟小碟 大碟好 以前喔 像我们生病啊 都是来买青草 做阿嬷都会来这边买青草 回去煎 现在都是以西医为主嘛 青草就比较也比较不能维持啊 所以还有正的 但是青草街这个名正都还留住 虽然卖青草啊 还自己会熬煮 先卖银品 鱼青草一斤 鱼青草一斤 这些青草你有认识的吗 我都不认识的 我认识那一个叫卢蕙 你们是第二代第三代啊 哦 第四代 哦 第四代了 哦 它是第四代了 哦 它是第四代了 对啊 很酷啊 他们以前啊 也都是会 建收徒弟喔 以前徒弟都有三年四个月嘛 洗满之后啊 老板啊 对徒弟非常好 像有的人 你要来跟他竞争 都不愿意他们没关系 你就哦 在这边再开青草店都没关系 但是因为现在西医发达嘛 所以就无法生存 要不然整个都是青草 这两个是什么 就是以前叫做布装 现在叫做西方街 我三四回就搬来这 那时候的印象 更大的印象 都知道 都布装 现在都改过了 那些布装 现在少人自己买东西 自己剪裁 以前阿祖 阿嬤 阿妈 妈妈 都自己剪補 红制衣服 本来这一条 整条街的建筑 都是这样的 现在你看都改建楼房了 这个就是刚刚老师有介绍的 成也风格的建筑 然后这个都是 在日记时代啊 都是会有命门号的 像这个门号就是金正园 你看有脱落了 一毕竟历史悠久了嘛 又经过地震有脱落 它是金正园 这一条以前都没法 现在都改行了 换网友服饰店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 我要介绍有一个很传统的职业 那个是织补的 我们织袜破了呢 以前呢 穿织袜的人都是要比较富有的 才有在穿织袜 然后织袜很贵呢 破掉呢 会拿来织补 现在呢织袜呢 比较便宜了 现在变成就是比较贵的 像机能袜了啊 才会拿来绣补 那现在呢 还会绣补工作的人员啊 也是 几乎我现在所知道的 好像只剩这一位了 以前这里还有 之前还有一位 已经往生了 现在只剩这一位了 这样 我们主要是在做在地的 就是在地导览 然后我们主要 服务的对象就是有街游跟独居老人 那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达到自己自主的 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他们做导览的时候 这个导览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一开始其实我们会做导览 其实是从英国 那时候英国有 这一个就是 on sea tour的这一个活动 然后他们的导览模式就是 那些街友会带你去看不一样的英国 因为我们通常去参加 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好了 我们可能会看他们景点啊 然后去逛他的mall 比较不同的是 他街友带你去告诉你说 我在哪里睡觉 我在哪里吃饭 然后我在哪里喝水 我在哪里洗澡 那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看不一样的英国 对那时候我们老板就看到这个活动之后 他回来台湾 就回来台中之后发现 其实我们的后火车站那附近 也是很多这样子的街友游民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是从 2015年的12月24号 我们才开始做这样子的就是培训课程 里面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什么 感动人家的故事 东西→ 隔ь 好 有人issions 一點點 一點點 聽起來講 你如果不好好拜 我是獨居老人 父母親 在不久之前相繼過世 就只剩我一個人 難免我們都是會生病 我們就會到關會協會 那邊就是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的 然後有角落圍光 就是要培訓這個導覽的人員 然後經過站長 社工人員的推薦 我們就來上課 這一條路線叫青春倒退路 因為我從小都是在這邊 這附近成長 然後工作 在這邊當過總機 護士 會計 都在這附近做的 所以角落圍光就跟我 這一條路線命名為青春倒退路 現在我們看到的7-7這一家 本來是第一銀行 他是台中第一家的分行 當時第一銀行 他希望說銀行的業績會很好 所以他有風水的考量 他就用蝙蝠的造型 因為福氣福氣嘛 然後招財有這個含義 那後來呢 他銀行就遷移了 現在這邊就7-7 然後樓上就是中區再生基地 是由一位東海大學的 施銳幣教授所創辦的 同時我們要做導覽之前 也是在這邊上課的 你們為什麼會稱無導覽員 就是銀行者 我們是用隱藏的銀嘛 意思就是講說就是 他們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很容易被忽略 像在這個社會角落就是 隱藏的一群人 那我們會希望這一群人是會被看見的 我們目前的話 營運模式就是 導覽的話是250元的售票一個半小時 那我們的票券的六成是屬於 導覽員的薪水 那四成才回到我們團隊去做運作 我們有銀者地圖這個計畫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就是小書 我們的書刊這個 對 那我們小書的話也是一樣 以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我們所有的銀餘 百分之六十五還會再分出去 做其他的社會服務 所以你們的社會服務 還是在服務街友跟獨居老人 對 目前是以這一部分為主 來 要買出嗎 主要會出這個刊物是因為 我們發現導覽其實 並不是每個人會做的選擇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出了這樣子的刊物 然後希望可以打動不同的課程 我們這一刊是第二刊 然後我們做的是有關於吃的議題 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有七夕廚房 食物銀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就是 萬一如果哪一天 你不小心也要流落於街頭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在這個街頭上生存 因為其實在街頭上生存 並不是只是 只要準備好紙箱 或是就可以隨地到處亂水的 他們有自己他們的潛規則 所以如果你萬一哪一天 真的不小心的話 可以拿這本書 然後看一下裡面的潛規則 稍稍地就是遵循一下 然後再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時候有很多人 是看臉書來的 有些人我看他 也喜歡 眼睛有往這邊瞄的話 我就說你要拍照的話 腳踏車可以拍啊 拍完他會看到書啊 順便看這樣 因為這個內容 其實跟一般的雜誌不一樣 對 它是有正面的意義 有很多人對台中的感覺 就只限於說那個 台中公園啦 風情美麗啦 到那個 什麼那個 那個精華區那邊啦 這他不看到表象而已 其實還有另外的一個層面 這也是台中 甚至那個地下街 也可以去看看也沒關係 瞭解台中有 這個落差很大的 生活方式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般人對台中印象 可能是台中前站很多 比較熱鬧的來貨公司 但一般其實我們走的路線 是在後站的部分 其實後站很多部位的人 知一些鐵道宿舍 跟後站以前的檀場運送一些歷史 那麼歡迎我們的營車導覽員 孫武大哥 來為我們介紹 大家好 我是順虎啦 前年就碰到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台風嘛 我做鐵工的 腳鐵跟鐵板焊在一起 會噴出火花那種 我做工程的 下雨就沒有辦法做 到後來就快要誤飽了 想到那個官法水位那邊 去出溫飽兩餐 然後裡面有一個王宿工給我介紹 那種角落微光 前年十二月份就開始培訓了 培訓到去年五月份就畢業了 成為營車地圖順福 我們今天要帶你們的地方 獲戰年生 一直走走到九堂 總共八個地方 在你們來這裡 參觀那個 以前的香蕉蠻大的 蠻龐大的 從藍頭印過來的 香蕉 從藍頭印過來的 它後面也是在白甘蔗 前面也是香蕉 那時候名稱是中藍藝 為什麼中藍藝呢 藍頭到台中 那名稱就是香蕉樹 因為蠻大的 我家有養動物 比較爛掉啦 不要啦 都丟在這邊 我就來撿塑料 回去給鴨 豬 豬 撿香蕉 那些資料都是你準備的嗎 對 你從哪裡找的 圖書館 你準備很多耶 對啊 圖書館 因為有客人是藥 一帶出來會問東問西啊 你要做導演 跟人家不一樣 要比較 比人家比較豐富一點 這裡是鐵路員工會注射啦 現在已經沒有了啦 這裡 龜花巷就對了 這個是龜花 蠻清香的 三顆 剩下三顆而已 以前蠻多的 沒有那麼大顆 所以你以前都從哪裡走過來 那邊啊 那邊走過來 就從厚將那裡走過來 嗯 所以你也不錯耶 出來檢視要順便玩 那啊 這個消除無疲勞啊 我都會像有客這樣講啊 因為啊 你 我們連啊 也聞到那個清香味啊 是什麼啊 心體會放鬆嘛 所以 自然而然啊 比較不會那麼疲勞 以前 東華社會是自動啊 啊已經 到時候搬走了 搬去那個大豬路那邊了 所以你就是在這邊 認識角度微光的嗎 對 就是裡面那個 王壽工給我介紹的 裡面有一個 王壽工專門介紹工作嘛 比較輕鬆的啦 建國市場那邊掃地啊 啊廟會啊 廟會啊可以 因為九二一過來啊 街有蠻多的啦 啊 裡面那個王壽工啊 想得蠻周到的啦 所以要給他們賺一點 銘弄錢就對了 我家已經沒有了啦 九二一的時候 就整個都沉下去了 啊 就說也要到是打零工啊 啊 沒有帶騰 我要去 也一樣跑 跑空地啊 你現在要比較穩定 嗯 所以比較開朗一點 啊 我蠻焦躁啊 像以前 前兩年這樣啊 蠻焦躁 因為我們希望帶給大家的 不只是Google上面找得到的資訊 因為如果你Google上面找得到 那就不需要來聽我們多說什麼 那我們希望 因為像是這些文史團團體啊 老師 他知道的都是一些很在地的 再加上因為導覽員本身 從小就在這裡 就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在這裡活動 所以他們的記憶 加上這些老師們 知道的資訊 就會成為就是 大家必須來參加的理由 那你們帶過最多一團 有多少人 一百人 喔真的喔 對 就是公司行號的那種團體報名 現在整個的狀況可以說穩定的嗎 還在努力當中 因為其實 導覽對於很多人來講 他並不是優先的選擇性活動 對 然後再加上 嗯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導覽並不只是屬於觀光客的 其實在地人更需要被導覽 這是很重要 就是還有台中自己人 因為你身在台中 但是你對台中的故事 到底了解多少 比如說你外地的朋友要來台中玩 你要怎麼介紹你自己的台中 然後他說 喔我第一次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可以去逛逛逸中啊 逢甲行美 那請問第二次你要帶他去哪裡 對 其實這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台中人自己 就要先去很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你要先自己去了解 之後你才可以讓其他人也喜歡這個城市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台中火車站周邊可以說是大台中地區最早現代化的區域 但是現在鐵路高價化 舊的地景快速的改變甚至消失 人們的記憶該如何維繫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著在地年輕人的腳步走一趟台中後站 也要一起思索城市與人的關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帶的這個導覽路線 叫做顏色鐵道散步 它其實是一個在後車站的一個生活導覽的路線 怎麼說呢 就是平常我們在這邊散步 那我們會散步會經過哪些地方 其實就是這些彎彎曲曲的小巷弄 然後旁邊就是一些宿舍群 然後是一些就是一些大樹 一些就是後車站的生活地景 也許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出一些就是 這種在地的生活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跟我們這個城市的關係又是怎麼樣一回事 在清朝的時候 劉民船在這邊規劃台灣省城 那當然它的省城範圍其實 包括了現在的舊石區 甚至還比舊石區還要大許多 但是在過去的日本時代 開始了全台灣第一個 現代化獨自計畫在台中這個地方 它規劃的現代化獨自計畫 一條縱關線鐵道 將這個城市一分為二 那在鐵道的北邊是過去的 日本人的正上中心 像是日本人自己讀的小學校呢 其實基本上都在前車站的地方 然後包括福利堂皇的台中周廳市議所 後車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後車站是一個居住的 生活的 勞動的一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 主要以台灣人為主要的人口 來居住的一個地方 它其實後車站有許多的士生的生活 也都在這個地方 他們家族經營的產業 包括說帝國堂場 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其實他們都有設立 像是霧峰林家 或者說是這個無鑾騎的無家 這些士生 他們的生活都跟後車站 有密不可分的一個關係 我們現在在天外天劇場 天外天劇場特別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它是日本時代 唯一一個建設在後車站這邊的一個劇場 那它同時也是 在日本時代的四大劇場之一 當時蓋這個劇場的士生 叫做吳子瑜 那吳子瑜他老爸是誰呢 就是吳卵琦 吳卵琦是在清朝的時候 當時在東大墩 這個地方的一個首富 日本人來之後 這些漢人士生呢 其實也有許多 他們就居住在後車站 包括說剛剛提到的這個 吳卵琦的無家 這個霧峰林家在1936年1月1號的時候 對外來開放 裡面有賣店 有六百多個座位 是當時來講非常氣派的一個 歐式的環形劇場 其實劇場它還有一些 在外頭就可以看見的一些建築上的特色 像是這個 像這個其實是天外天劇場的logo 它其實是從吳家的一個家徽轉變而來 它這個logo還會在哪裡出現呢 包括說它開幕儀式上的一個酒杯 背面就是有印這樣的東西 到了這個劇場的頂樓 你會看到像成朵一樣的建築 如果我們站在上面 就好像在 眺望著 和對峙著 就是日本人統治的這個北台中 它好像有這樣子的野心和意圖 那天外天劇場後來的命運呢 也跟著後車站的命運 齊齊落落 在站後叫做國際大戲院 在1970年代 成為太原冷凍場 後來成為釣蝦場 成為停車場 成為國際歌社 這樣子的一個轉變的過程 其實天外天劇場見證的 其實並不只是在日本時代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也同時見證了後車站這個地方 一個生活和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軌跡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這個台中原來在高架通車前的這個後火車站 它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中南縣的建設 這一條從台中到南投的這個產業鐵道 中南縣 在台中端這邊的終點站 它的端點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開始它會經過就是 我們台中的這個帝國制堂 主事會社 戰後的台中堂場 然後經過太平 大理 霧峰 然後到這個南投去 這是過去台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鐵道 它也跟人們的生活非常緊密相關 畢竟糖廠就在後車站的城市生活裡面 那許多人都會搭著這個唐葉的這個小火車 然後在城市間移動 城鄉間移動 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記憶 但是後來因為中南縣的廢紙 所以這邊就是由台鐵來做使用 台中的後車站還有一個叫做京秋七 香蕉寺的地方 這樣子的一個過去的地景 其實構成了我們認識的後車站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文的風貌 以前我組的會社是當時就是這個 外銷日本貿易這些蔬果貿易的公司 是一個叫做那個陳文明先生 他經營的貿易會社 保留到現在其實是後車站這邊 少數完好的民間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他又同時見證著過去後車站重要的產業和貿易 建築特色上面 那文字就是他的這個名字上這個文字嘛 像是右手邊 右手邊的這個山牆上面就會有這個大船入港 這是一個跟貿易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建築意象 其實過去的台中比齊山還早 是一個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香蕉 就是出口的一個地方 香蕉呢其實從這邊出發 然後再運到港口去 在這邊集貨到高雄或吉隆港 再到日本的這個門司港 那台中呢其實很可惜就是 沒有把這樣子的一個脈絡把它講出來 那大家也只記得齊山而不記得台中 其實是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這邊的宿舍群就是位在20號倉庫的正後方 這邊的宿舍群是可以說是站後蓋起來的一批宿舍群 那因應就是站後呢其實台灣的鐵路需求 就是一定是越來越多 有當時地面上最快列車在1960年代光華號北鐵亞 這輛列車就是在台中這個地方設立機場 那也許多的車輛也在這邊就是南北往來 所以有許多的這個像是鐵路警察 一些維修的技師工人 其實都居住在台中的這些 站後新建的一些宿舍裡面 那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鐵路宿舍村 整排都是 整排然後到鐵路公寓那邊 所以你們平常在地面就會在這個地方散步 對 在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因為在大概十來年吧 就是很多的這個宿舍群就因為 預定要拆除清空 因為很少人去談論這件事情 好像它就只是房子就是房子 那拆掉就是可以蓋東西的地一樣 所以變成說就是台鐵想要把這些人 來做重新的開發和利用 所以就把這些人早早的就清出去 但是鐵路高香化的工程 到是滿晚才開始 這些東西就一直就閒置到現在了 那這樹應該都很明顯 對啊 當然 就是我覺得城市最需要就是這種東西 要有生活的感覺 台鐵假設要蓋一個新的東西 你要去創造這種時間感 創造這種不行的舒適感 不可能透過設計 因為它是需要透過時間來做的 時間是沒有辦法被其他設計師取代的東西 設計師設計不出來 所以對於鐵路高架化 我們自己在看台中的鐵路高架化 在過去的幾年裡面就是 高架的柱裝就會一根一根打在 就是過去曾經是軌道的這個土地上面 然後他們就這樣消失不見 原來就是在附近的一些鄰居離開 如果說都市要縫合 其實我們應該要看的是生活層面 我們如何讓我們生活品質變得更好 有更多的公共空間 更有榮耀感 更知道自己是 坐在這邊的人是為什麼 其實是需要很多的 各種不同的政策資源投入社群營造 或者說文化的這些培養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鐵路高架化 才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背後的這個鐵橋 其實是一個很少見的一個 在城市裡面的火車鐵橋設施 這個蕙峽樓康甚至呢 有被出版成明信片 所以簡介也是 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標 在這樣的鐵橋設施 其實是我們台中維持不應組合在發想說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很重要的一個點 如果這個地方它不是被拆除而是保留下來 它作為一個都市的公共空間 穿聯前後站的人們的生活 那它就不是一個阻礙前後站通行發展的鐵橋 一個穿越城市的綠色公園 其實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讓後車站他們不只是擁有一個公共空間 也可以講述自己生活的一些元素和素材 重新被想像和使用 這些事情其實對於住在這邊的人來講 應該是重要的 我們不要像台北的鐵路地下化 讓上面變成一條讓大家快速移動的市民大道 沿線的台北機場 華山 台北車站這些地方 被分割的零零碎碎 我們看不到在地居民從這邊得到了怎樣的生活的地方 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有一些東西需要透過文化歷史來述說 如果我們要知道這個城市未來要長什麼樣子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對於過去的理解 才有辦法去想像 文化歷史就只是非常簡單的第一步 但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很難更進一步 台灣現在許多縣市都在進行鐵路立體化的工程 城市的地景都將面臨極大的改變 但是都市縫合是為了什麼 當城市裡的平礁道被米平之後 人們的生活品質是隨之提升 還是生活的空間會被擠壓 這些恐怕都是我們迎接大建設的同時 也必須要思考的議題 南部開講也會跟您持續一起來關心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周再會 我們下周再次見 我們下周再見 我們下周再見 您的視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